出生在大连的小白 和来自杭州的金盛 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蠢夫妻 然而 双方家境的悬殊 南北文化习俗的差异 小白的母亲刘女士 始终不看好这段婚姻 为了让女儿嫁得体面 刘女士向金盛提出 价值百万才利 然而就在云前 金盛突然带着三十万元的新房装修款 回了杭州 不久又在朋友圈 晒出和其他女孩的亲密合影 今天小白来到现场 希望金盛回来 完成二人的婚礼 而坐在第二现场的母亲刘女士 则要求金盛 故意还三十万离开女儿 那么 金盛拿走装修款 晒合影 是想终止这场百万婚礼 还是另有引擎 她今天会来现场 接受未婚妻小白的告白吗 回你几个问题 如果今天男朋友没来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把这三十万拿回来 不 她们找不着了 你报警吗 为什么不报呢 我觉得她不能骗我 如果她要是今天来了说 我真的有别的女生 照片里那个女生 我真的跟她在一起 你怎么办 我钱要回来 我走 我跟我妈走 那如果她说 我真没这么多钱 你妈提那条件我答应不起 我结不起这个婚 我娶不起你 所以我才走 她接下来你怎么做 如果真回来了 给我个态度 告诉简单点 婚礼还要不及 那你妈又不愿意 她怎么办呢 我肯定我想办法 我走啊 自己走上别的地方 我也跟她走 你私奔呢 私奔 你说你要是真的私奔了 那你跟这个男生 今天的行为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们现在发现了吧 他们的想法 要么就是逃避 不面对 跑 是吧 要么就是跟你对着来 就没有一点智慧 就没有一点 设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 别人的感受 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无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别拽我 别拽我 你跑哪儿去了 非常周的 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了 我说那女的是我一个朋友 朋友 你朋友 你抱着 你要结婚了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带着装修前 然后跑了 你还摟了一个女的 你知道过年怎么过的 就是你现在 我说服我妈高 好不容易结婚 然后结婚 你现在你告诉我 你摟了一个女的朋友 为什么 解释一下 其实那个女的是我表妹 其实 表妹 我现在摟一个随便 我这是我表哥 你信吗 我不是 我不是表哥 我不是表哥 我表叔差不多 我回杭州 我跟我表妹 那你为什么在朋友圈的照片下面 不写清楚 这是我和我表妹呢 就是 是因为为了气她 只是我朋友 想出来一个办法 但是我第二天起来 我知道我这么多事不对 我第二天我就叫我朋友删了 那是你表妹啊 对 真是我表妹 我结了婚 我会带她回家去看她 真是我表妹 哪有钱的事呢 钱在我这 你干嘛带钱跑了 因为她妈妈这里压力给我太大了 要这么大笔钱去结婚 你可以走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拿着三十万 就是 想让小白跟她妈妈着急一下 你想报复他们俩 不是报复 就是 现在你真的让我们着急了 你知道吗 全家着急 我妈现在不同意结结婚了 现在 我不是回来了吗 钱我没有用 在我圈 我真的一分都没有 为什么要报复 我不是报复 那你说你要让他们着急一下 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呢 是为了 更快让小白跟我结婚啊 我只是想让妈妈着急一下 她就不会问我要这么多钱了 我只是担心 去啊 我叫你回来 你怎么不回来 然后等等等等 再等 我要跟你去 你怎么不让我去 你知道现在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你现在又来这 你又不讲话 那你现在 我妈不就是因为你说 你这样 那个什么吗 来来来 来来来 精神啊 我救不了你了 来 你自己说吧 来 把第二行程打开 大一号 精神啊 你这小啊 你啊 你跑哪去了 你 你还敢回来 你 那钱呢 钱在我这 钱在你那在哪呢 我没有把钱带走 在家里呢 你说钱在哪 钱在家里 大连那个亲家里面 在小白的球鞋里面 球鞋里面 嗯 成哲吗 三十万存着在球鞋里面 嗯 你怕我过年可以愣了 你说你一天到晚了 就这么样 谁能看好你啊 你说主持人 你说谁能看好他 你说我要同意这个婚 我就 我真的就不给他当妈了 我 欠死我了 简直是的 有什么事 你能坐下来跟我讲 慢慢讲也行 你说你说跑就跑了 你真是的 你啊 能不能行 你要这话 你就不能说出来 他都同意大结婚了 你还整这么一书 那我真的拿不出 谁同意了 同意什么 你看就他这个样 谁同意啊 21世纪的整骨少年 这气死人了 简直是的 接还是不接啊 大姐 接什么接 你看就他那样能接吗 你这还要高跟鞋 都不敢穿了 你说 弄得我们家全家人 不敢穿高跟鞋 不穿高跟鞋 也比他高 不是高不高的 你看他这新眼 那新鸡 你说这 我怀疑这小 这人品有问题 我错了 对不起阿姨 医生对不起就好了 你叫土里说说 你说你说 你能拿得起观 对得起观众吗 你 不能 不能接这婚 真的不能接 你用高跟鞋的权力 都给剥夺了 气死我了 简直是的 可是现在这还要 简直是 阿姨 我这次回家 我 不是为了逃避 我回家 我都把事 跟我爸妈讲了 他们也知道 我跟小白结婚的事 我不想让 我爸妈承担的太多 回家 他们也一直在为我筹钱 为了我跟小白这事 他们把家里的房子 都拿去贷款了 我不想 不想给他们这么多压力 我想自己一个人 扛着跟小白结婚 喜欢这个事 怎么说你 妈 你求你了 我跟小白的房子 也买在大连 以后就跟小白 在大连生活 你坐下来跟我们讲一讲也行啊 你说也不能说 你说我说五十万 五十万八万八 你说你这逗我玩呢 四十一万二哪去了 那当时我是真的 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我给你的钱 都是我自己赚的 阿姨别说了 也不行 真的 阿姨对不起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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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们说晚晚鬼啊 养大了 就给别人养的 阿姨对不起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不好 我跟小白以后 也都在大连生活 以后 这还没结婚呢 你就这个样 没结婚就这个样 你以后还不知道 闹出什么幺蛾子 你说 咱家全都看到你们俩了 就那么一个姑娘 你说 不会的 那只是我一个 只是我家亲戚 我只是想要小白担心一下 让他回来找我 看你的心情 你的心眼 你说你啊 你还能整出什么来 你想气死我们 是不是 我们这个年都怎么过的 你说 我就问这个年 这年都过不好了 你说 我求你了 别说了 求你了 你这个就那么一丝不疑 你能长大眼睁大眼 你看 你真不能怎么样 你真不能怎么样 你这样 不是我说 我还想嫁 那我就不会来这 我这样的大招 都要求不起这个人 我叫你们俩 撑死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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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